选在国务党临权会这天 蔡英文 苏贞昌前后任党主席联手 要帮苏巧会肇事 也破解两人不合的传言 短短一段路走了将近十分钟 骑海飘扬两千多个座位 座无虚席 英苏同台 人气超高 话题全绕着苏巧会打钻 昔日乡镇的两人 男的同座不时交头接耳 蔡英文边听边点头 互动很热络 上台致辞 蔡英文也不忘帮苏巧会美言几句 比较正确的讲好的是 蔡英文是苏巧会的学姐 苏贞昌是苏巧会的爸爸 苏巧会居中成为润滑季 看准国民党瞒着换人参选 民进党要从新北市起跑 指导朱立伦票仓 没有所谓刻意的问题 民进党本来就很团结 我们现在的团队 大家的目标都一致 而且我们的人才也都就位了 所以我们准备好好的在最后 九十几天来冲刺 国民党可能要来换柱 那朱立伦要出来 那整个情形会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看到全民 其实觉得都快要精神分裂了 就怕朱立伦上场影响选情 两个主席联手要用实际行动 展现民进党大团结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